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健康检查的项目都来自于科学的证据 那科学是用群体的一个疾病发生率的一个比率来看的 绝对不是一个人化的一个风险来做最后的判断 首先的话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国家提供的哪些健康检查 这些项目都是有不断的去实证医学 也就是科学的验证 觉得对于一个群体的大多数没有症状的人 来去做检查的时候是最有效益的 那这就是我们最有名的成人预防保健的健康加值方案 40岁以上的人每三年也可以做一次 65岁以上的人每年可以做一次 当然你如果有特殊的一个情形 有可能检查的频率就不一样 那这一项检查呢提供的就是我们针对的是 没有症状的人的筛检 要记住哦是没有症状的 如果你身体里头真的有什么特殊的症状的时候 那可能就不是单单这个项目里头去筛检的 所以筛检就是筛检出没有症状的人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是免费的 对这是所谓的免费 第二个的话呢比较常见就是劳工的健康检查 不管你去就业的时候等等这些 都会有定期的保工局等等这些都有规范 这个公司多久应该要帮你做一个基本的检查 其实呢这个检查的项目 有时候跟本来的成人预防保健是相重叠的 那这些重叠呢事实上呢 目的就是要组成一个交叉网 然后呢不希望有漏网之余 让我们的健康获得一个保障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这个是政府当然都有规范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国家还有提供的就是国建署所提供的几项 癌症筛检 以前叫做肆癌筛检 我们都知道的乳癌 子宫颈癌 大肠癌 口腔癌 现在的话多了一个肺癌 因为肺癌一直是我们的十大癌症里头的第一大癌症 那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 对于早期的诊断 还有早期的微创手术的效果都很好 所以的话呢 在最近国家就确定推出了第五癌症的筛检 那就是肺癌 回来看主任跟我们介绍的这个 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还有劳工健检 它的项目 根据主任讲的话是差不多的 不过如果你有就业的话 雇主会帮你做劳工健检 是的 对那如果你是 平常没有上班在家里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国家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对因为这两项检查的话 我们都知道 虽然有这些的免费的检查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很便利的去接受这个检查 根据数据统计 我们每年计时复合这个成人检检的人数 可能有一千万人 可是我们真正实际接受检查的人数 可能呢都不到两三百万人 所以呢有很多人可能因为工作啦 等等这些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子一个筛检的时候 刚好借助我们的劳工健康检查的时候 你在公司嘛你总跑不掉吧 对不对 你就会去做完检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绵密的交叉网的检查 这也是国家的用心良苦啦 然后再搭配刚才主任讲 肆癌腮检跟肺癌腮检这样 对没有错 年纪到了你可以每两年 或是每三年去做一次 对所以呢 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选的时候 你也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的一个状况情况之下 我想国家先帮你选最终的 国家先帮你健健 对 主任刚才跟我们谈了就是国家给我们一般人 常规的这些公费的检检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现在有很多市面上自费的检检套装 那这又该怎么选择呢 或者是说像我们公司在40岁以上 他也会特别补助2万块每两年 让你去做比较好的检检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想要请主任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 就是你要怎么来选择这些套装 好的有关于自费检检的这一个项目更是琳琅满目了 但是呢 坦白说 不是钱越多就越好 重点有没有to the point 所以在选择自费检检项目的时候 第一个当然要看你口袋有多深 对不对 你要花多少钱 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人云亦云 我们呢应该要去看我们自己的年龄层 比如说呢有些父母亲啊 小朋友才十五六岁就拉着要来做大肠经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他们家人阿公有了大肠癌 对不对 那这个小朋友18岁要去美国念书 想要先做个检查安心一下 那我想这样子就有可能这样起人忧天了 所以呢 每一个人要看他的个人的风险 那这个人风险一定就要看家族史 第二个的话个人有没有什么慢性疾病 有些人说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慢性疾病 公司给我两万块 以为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不用白不用 我就随便挑个一项检查来做 这个时候的考量可能坦白说 不是最恰当的一个想法 OK 那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健检项目呢 在考量的这些危险因子之后 那项目就更多了 其实呢有些人会比较想要知道的就是癌症的筛检 癌症的筛检呢我们会认为呢 是应该是以家族使有 而且呢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层 再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评估 第二个的话呢是十大死因里头照排下来 第一个是癌症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心血管 对不对 还有脑血管 然后呢糖尿病 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要排自费检查的时候 我们呢就会去想 从十大死因把它翻开来 这十大死因里头 我们的检查项目 有没有一一的针对到 那如果呢都有对到了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还有口袋更深的话 我想要more advance 提升我的生活品质 我呢就不希望有其他的问题 我可能就会进一步的去检查一些什么 代谢的功能啊 像蒋状腺啊 有些人会检查骨密度啦 骨关节的评估啦 甚至有些人的话呢 干脆花个钱做全身的什么正直扫描 这些的检查的话呢 都没有一定的对和错 但是呢就是决定一个三个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 你的个人风险 有没有需要做这项检查 第二个 当然还要考虑的 就是你的口袋够不够深 那第三个 就是你检查完了这些之后 如何跟你的临床上面 你个人的生活习惯来做搭配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那我接着想要请教主任的是说 在健检的时候 有一些癌症啊 是医院会跟我们说 就是抽血来看 叫做这个癌症肿瘤标记 请问这样子的健检 大家要去做吗 好问题 血液的这些 Tumor Marker 也就是癌症指标 洋洋洒洒 你要花多少钱都有 可是呢 这些的数值 绝大多数 百分之九十九 通通都是没有办法 根据这个数值 就告诉你是有 或者是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从来不知道 你身体里头 基本的常态的基准值是多少 所以呢 它应该是前后的比对的 但是有些人呢 先天这一个的指数 就是属于偏高 你不能说它偏高 它一定就异常哦 这个就好像说 有些人鼻子大一点 它就一定有鼻病吗 它本来就长这样啊 所以呢 癌症指标最有用的就是 如果你已经确认得过某一个癌 然后在得这个癌的时候 同时检查的数值有偏高 你接受了手术了之后 这个数值下降 这个时候来追踪 它这个癌症指数的变化 那就是正确的 如果对一般常规的人 做了一堆的检查 我们目前在临床上 所看到这些癌症指数的变化 绝大多数跟最终所看到的癌症 通通都没有关联性 很多人都是白白走了一圈 更重要的 你或许可以去问一件事 最简单啦 请问医师都会做这些检查吗 你可以问医师 百分之九十九的医师 都不做这些检查 所以这个答案 就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要不要加价做这些 血液就是肿瘤的这些检查 对 在没有症状的时候 做这些检查 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 那是有点点乱枪打鸟的一个概念 当然有时候也不小心打到一只鸟 但是呢 并不是真正的 就是属于我们临床上 可能想要看到的结果 那我们今天健康线上午茶会 已经进入尾声 我们再次谢谢吴主任今天的受访 那我们也欢迎网友看了之后 也帮我们多多分享 让更多人来了解 如何挑选自己适合的 见解套餐或者是项目 那各位网友在收看的同时 也别忘了帮我们清洗 在健康基金会的粉丝专页按赞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健康资讯 或者是系列影片 我们下次见 谢谢 谢谢主任